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萬聖節快樂啊 各位 既然今天是萬聖節 不如出一條短片 講講在漫長的超人歷史裡 第一個以萬聖節作為集數主題的劇本 超人迪家第八集 在萬聖節之夜 先追溯歷史 在超和的超人裡 已經有各式各樣的節日主題集數 例如是日本新年 還有來自西方的聖誕節都有 但偏偏沒有萬聖節 是因為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慶祝萬聖節的活動還未普及 在1983年元宿表參道舉行的 Hello Halloween 南瓜遊行 也只是大約有100個參加者 在裝鬼裝馬到處走 而且參加者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反映當時日本人 對萬聖節的認知度還是很低的 但之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 西方文化湧入 加上商人把握著揮銀的商機 日本每年慶祝萬聖節的人 就真的越來越多 當然不單止是日本 香港和其他亞洲地方都是 在超人迪家主劇本 有田昌萬的發揮之下 他編寫出在萬聖節之夜這一集的故事 都說明是萬聖節 當中當然是包含了很多萬聖節的元素 有女巫 有Cosplay活動 有南瓜頭 這一集的氣氛上面 前段都算是挺輕鬆的 挺有自有特色的 中段氣氛就突然變得黑暗了 而且還保留了一些恐怖片的拍攝角度和手法 這一集的故事 對於當時的日本人其實都算是很前衛的 主要是因為萬聖節在當時 都仍然未普及到好像現在的程度 當中副隊長說了一句說話 也都反映出編劇是很有洞察力的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去看中文翻譯譯出來的意思 因為我發現愛子動畫很多時候都是譯錯的 我們直接去聽聽日文的原句 從今天來看這句說話 的確真的說得很對 現在在日本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又的確真的好像對白那樣說 和聖誕節的活動是一樣盛大 至於關於劇情上面 詳情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看 我只是略略說一點重點而已 劇情主要是二次緣人化身成為巫婆 藉著小朋友慶祝萬聖節的Cosplay活動 將加了料的波板糖派給他們 令一班小朋友夢遊離開自己的家 造成每年都會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出現的兒童失蹤事件 這樣就好像貌似是對應著現實世界的兒童失蹤事件 甚至是人口販賣事件 而二次緣人捉小朋友的目的 就是為了吸收小朋友的夢想 不過最神同時又最不安的是 劇集的背景音樂 不斷播放著十個印第安人這一首BGM 這一首兒歌有很多不同的語言版本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方法 有一些解讀得比較黑暗的版本是這樣的 歌詞內容是因為小朋友由1數到10 再由10數回去1 好像真的對應著小朋友是逐個逐個失蹤那樣 這首BGM真是用得好認 而當中全集中最有諷刺意味的 我覺得就是這一句 真的年紀大的朋友都要問一下自己 我們又是不是好像巫婆那樣說 成長過後已經因為很多大人的原因 徹底拋下了童年的夢想呢 而年紀小的小朋友也要問問自己 你又能不能夠堅持現在的夢想直到長大成人呢 劇情裡最後他們是戰勝了二次元人 GUS的隊員也最後做了一個總結 副隊長說 以後能夠創造地球未來的 就是小朋友的夢想 尼娜說 小朋友的夢想是地球的寶物 貫伺出這一套作品的忠心思想 就正正因為是寶物 所以是很珍貴的 並不是人人都可以保留到 喂 你又有沒有夢想呀 我就有夢想呢 我有一個夢想要求拿動援 雖然之後超人Lubu的第十七集 都有二萬聖節作為主題的劇本 不過就真的不用多比較了 想聽我說更加多的資訊 就記得要繼續看囊囊上口系列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Show Watch